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旭 今天我们继续讲Leadcode的题目 最近其实很久了 Leadcode中文版出了面试的题 我们今天来看一道面试题 17.24 最大子矩阵 这道题目的难度级别是HAR了 比困难的 那么它里面用到支持点是前注核和动态规划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题目描述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看一下实例 它给定的是一个二维的局论 要求我们在这个矩阵里面找出一个子矩阵 那么这个子矩阵的核是这里面所有的最大的 那矩阵的范围是行跟列的范围是1到200 那显然这道题呢 我们肯定不能去暴力聚集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 能用什么优化的方式去解决这道题呢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捐赠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站频道 YouTube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首先 我们看一下思路 那么这道题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到 前注核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前注核我们通常是用在这个一维的 那么一维的话 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大子数主 那有人在一维的这个线性的数主里面去找一个子数主 让那个子数主总核最大 那比如说有我们有这样一个六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数主 那么其中这里面最大的子数主呢是从4到1这4个元素的核 那怎么去找 那这是一个动态规划的问题 它的 它是一个这个线性的DP问题 它的状态转移方程 那是DPI等于DPI-1加上当前的值 或者是当前的值 这两个值当中选择一个最大的 什么含义呢 DPI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它代表的是从I这个位置 比如说I吧 I等于这个4吧 也就是说所减充0开始第一个位置 那DPI代表的是从I这个元素 向左 包含它的元素 然后向左看 那么最大的一个子数主 那它等于什么呢 要么是4这个元素 它自己 要么是它这个元素 加上DPI-1 那么I-1 DPI的含义我们知道了 那DPI-1的含义也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它俩之间取一个最大值 那这里面肯定是4 那就是以这种从左向右的方式 I是从左向右的方式 进行一个线性的低推 就能算出来一个线性宿主里面的 最大值数主合 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 思路和方法 那么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一维的 扩充到二维这样的应用 还是这样的一个宿主 那么我们把它扩充成一个二维的 对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同样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二维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定一下 我们的扫描的方向 首先我们去定一个起始的行 以及结束的行 那么这个行就能够确定一个区间 它大概是说我们首先从起始行设为0行 那么结束行是从0到N-1 对吧 那接着在起始行从1行开始 然后结束行从1到N-1 就以这种方式进行递推 那么行我们确定之后呢 我们要利用刚刚我们这个 这线性 它说成1行 对吧 然后去 从左向右 从左向右 进行一个 线性的扫描 就像求一个线性的输入一样 那这里面压缩 我们怎么压缩呢 我们要预先利用这个前准核 这样的一个方法 求出我们要压缩的这个行的 这一列的每一列的值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去计算 每一列的前准核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们从第一行到第六行 这个 这个这一列的值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前准核 做一个O1的计算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时间复杂度 优化到OR方乘上C 空间复杂度是ORC 那下面我们来把代码写出来看一看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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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代码我们写完了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bug 这个没问题 我们来构造一些比较边界的情况 比如说 只有一行 再留个这个吧 看样子好像结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再想一想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么在接这个机会 我们先把这代码分析一下 首先来说 我们是拿到了我们那个行数 我们观察这个行数是不能为零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没有那个等于零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条件的判断 它最少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的话其实是不用走任何的流程的 所以就最后会返回四个零就可以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定义这样的一个前车核 这前车核代表的是每一列的前车核 就是首先有列这么多个的 然后第二位是行数加一 然后初始化成零 然后我们去遍离每一个元素 不用管这个行还是列了 就是只要是遍离每一个元素就行 那这里面每一列的这个前车核的值 就等于上一个值 上一个值 加上当前这个元素的值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声明一下 这个最大子矩阵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值 我们初始化为这个负凶小 然后这是结果级 那这里面我们定一个扫描的 这个起始行和这个结束行 这两个呢分别代表的是这个 起始行和结束行 那这个 然后在这个每一个结束行 我们要确定一个 这个这个 签定这个两区间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值 那么我们声明一个DP版 然后以及这个最大值的这个起始的列 比如说我们在这第一行和第六行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这样的一块区域 那就是这块区域是最大的 那这个MC呢代表的是这个起始的列 然后这个结束的列我们是有的 那就是当前这个CC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推的时候呢 条件就是说如果我们上一个这个DP的值啊 如果大于零的话 我们就累加进来 如果不是大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只取当前的值 当前的值就是这个利用这个前程和减一下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起始列呢设置为当前列 最后呢去判断一下 我们当年求得的这个最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子矩阵的值呢是否大于全局的最大值 如果大的话我们把这值复制过去 那把这个桌表改一下 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们提交看一看 嗯好的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 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 呃动态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前置和的方法 那其实这道题给我带来的更大的一个 感受就是说思考的这个过程吧 你看他这个好多这个提示是吧 就是怎么就把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相对复杂的问题 从一个我们已有的知识 呃 已有的方法出发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 那么去完善我们的这个方法 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值得我去思考的 我觉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妨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先简单化 从最简单的问题出发 一步一步的分析 然后最终解决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